當我們在調研這整個 我們要做400座的智慧站牌 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個站牌的座落點 它都有它的人文地景的內涵 在地特色 對 所以會發現 我們那時候整個交通科調的調研團隊 還有合作廠商 才發現花蓮之美真的是非常的讚嘆 我覺得是不輸世界 我到世界各地去 例如我到義大利南邊那個阿瑪菲海岸 一到那邊就看到 這根本就是花蓮 覺得世界最美 好像不比花蓮漂亮 是真的這種感覺 再漂亮也沒有緩緩漂亮 無論是對於我們現在縣內的 我們自己的縣民 還有迎接國際 甚至我們全國的旅客來到花蓮 我們都希望在行的方面 可以很方便 而且很便利 像時間的預報系統 或者是我們的公車的連結 或者是我們每一週或每一個月 花蓮縣的所有的活動 都會在智慧站牌的 這個儀標板裡面會顯示出來 那也會很溫馨地提醒長者說 我們公車大概現在行駛到哪裡 還有多久回到 可以大家可以安心在這邊 欣賞我們的風景 參觀 這樣的 我喜歡 我們帶來 呢 我們先去 這次下車的地方 怎麼長得比較不一樣 看到這邊還有 是美味的西瓜 原來在後面這邊 就是受風箱農櫃了 難怪在這邊蓋了一座智慧候車停 特別設計的圖騰 就是以西瓜作為圖樣喔 看到這次的站牌意象呢 是用菸樓來呈現這邊的特色 因為這邊在過去 曾經有好幾十棟 專門產製菸草的菸樓 來幫大家示範一下 可以怎麼操作這裡的功能呢 首先看到這邊 我們今天要搭的是303號 所以按一下 同時就會出現所謂的路線圖 時刻表以及票價表 而另外 我們如果有外國的遊客 同樣也可以使用 像是這邊的按鈕 可以選擇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 還可以切換成英文 日文以及韓文喔 咕咕咚咚歡迎來到的就是我們的光復火車站 而在這邊則是有在地最有名的特色景點 就是我們的光復躺廠 所以除了以前的水上腳踏車之外 我們現在有SUV或是那個獨木舟 這個都很讓喜歡一些水域遊區活動的人 可以來這邊好好的享受這種天然 還有安靜的這個 休息水上遊區活動這樣子 這邊這個景點中像 跳石瀑布非常的特別 那花蓮這個地方的水質非常特別 它可以讓水質呈現的就是土耳其蘭 那若宇宋市每年的11月份開始到明年1月份 它會跟湖面中沉睡一個非常漂亮的 紅色與橘藍色的對比 哈群單車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單車的電量 還有車號 都來到光復躺廠了 一定要品嘗一下這裡最有名的冰淇淋囉 苦命免錢 花花命還不錯 所以要投錢 我們還是用在地的食材為 為就是做噴條為主 那今天的食材就是季節性 那你會看到我們傳統市場 他們今天賣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我們所有的菜呢 都是我們旅餘坛的居民 我們旅餘坛的旅館 農夫所種的 像這個咪咪飯 是我們的主要的招牌 它咪咪飯的意思是原住民捏捏的意思 是原住民朋友出門的時候 然後爸爸媽媽會為他準備的料理 最後爸爸媽媽會為他準備的料理 最後爸爸媽媽會為他準備的料理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就在一起 看到他 我們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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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